9月28号 新加坡的双胞胎美少女组和Bi2 身着清凉 性感荧光色小马甲空降长沙 在湖南好声音KTV现场 签售新专辑Mai游乐园 Bi2第五章国语新专辑Mai游乐园 一听推出 就受到了媒体及歌迷的一致好评 为满足热情高潮的长沙兔子 快乐886电台邀请Bi2内地首签长沙 在签售会现场 Bi2用掰式唱枪 深情演绎了新专辑主打歌曲 《不哭了》 让粉丝们再次感受到 21岁女生的成长历程 从外面控制了 心情还不断地宣承 不哭了 不哭了 谁敢多一个人 不哭了 看着你 最爱的天 听到唱片销量 Bi2现场更是心情大好 直呼已经卖出了 一万两千张的好成绩 在接受大相网的访问同时 Bi2透露了不哭了 这首歌是妹妹疫情伤的失恋日记 每次唱到伤口都会被揭开的痛处 也表示心土不易 唱片行业不景气 心里面也一直想要踏入电影圈 但是梁姐妹也不会放弃唱歌 会一直努力 聊到生活同时 梁姐妹更是互相打趣 会互相比较身材样貌 虽然是双胞胎心有灵系 但是梁姐妹的择偶标准 却是大相径庭 一个喜欢皮肤白白的创作才子型 一个喜欢晒过太阳 有着幽黑皮肤的大男人 近日梁姐妹最大的愿望 就是能够买到第二部车 再买一套好房子送给妈妈 孝心满满令人感动 腾讯大相网长沙报道